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首相当中一般很忌讳杂文从生 一般都是代表此人劳怒辛苦 多数属于体力劳动者 但是如果是手上更公的位置 更公的位置,大拇指的下方 这个杂文又另当别论 当然这个杂文不是说它比较杂乱 一定是要有这种有序的横文 不能有一些交叉 那么这种文度是属于财富文 勤劳踏实,不怕吃亏,不怕吃苦 年轻的时候往往对工作保有很大的热情 积极进取,取得很大的成就 在中年之后是容易咸鱼翻身 是先苦后甜的首相是典型的一种 包括大拇指这边 第一和第二指接之间出现这种横文 这个也是典型的先苦后甜 鎖链纹 感情线出现鎖链纹 很多分支 说明爱情方面或者感情方面不顺利 种种原因在首相当中 是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是你总是遇到渣男 很可能是运势出现了问题 就这个感情线没长好 就是烂桃花比较多 手骨节突出,手指无形 生物线的起端又有开刹 运势是非常的差 同样是这个俘虏非常的薄的这种命格 尽管是首饰有大穿自长 但是也是一世辛苦 一世辛苦 常常是为他人做嫁衣 自己受苦受累 那么创业呢 做生育呢 也是容易不算大成功 但是财运是有一些 是都花在家人身上 自己比较节俭 比较受苦 一心为家人 这是 这个运势根基不太好 这个是容易吃苦的一种面 这个首相特点 即使是赚了点钱呢 都是给了家人 顾家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 面向风水发明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